北京时间10月8日,中国女排结束了杭州亚运会的比赛任务,球队拿到了亚运会冠军,这也是蔡斌执教中国女排新周期的第一个冠军,这本身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是一个值得骄傲和庆祝的好消息,但是在这场比赛结束后,却突如其来传来了一个坏消息,并所有中国女排球迷都高兴不起来。 伴随着这个坏消息得到确定之后,也意味着中国女排新周期想要重返巅峰的难度无限增加。 中国女排在新周期主攻位置上一直都是阻力重重,张长宁朱婷淡出国家队后,李盈盈成为了球队主攻位置上的唯一核心,目前中国女排把所有进攻端的压力都抗在了李盈一个人身上,所以说高负荷的运转连轴转的压力,导致李盈盈饱受伤病困扰。 虽然李盈盈是一个00后运动员,但是也已经日积月累,形成了比较多的伤病,这对于李盈盈未来职业生涯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。 而就在本次杭州亚运会比赛结束后,在颁奖典礼上,李盈盈与中国女排的队友们一起登上领奖台庆祝夺冠,但是在夺冠颁奖典礼之后,在队友们纷纷从领奖台上下来的时候, 只有李盈一个人,焦急地在领奖台上走过来走过去,似乎不敢往下走,因为领奖台比较高,一旦下来的话,自己的膝盖伤势比较严重,可能会加重伤情。 所以说,李盈大声呼喊,众会搀扶着自己走下领奖台。 通过这个细节,能够反映出李盈的伤情非常不乐观。 一旦一名职业运动员开始被伤病所困扰,这也意味着这名运动员开始走下坡路的开始。 这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信号,张长宁因为做了一个膝盖的手术之后而退役,朱婷也在做了手腕手术后长时间离开了国家队。 如果说李盈盈也因为伤病原因困扰,影响了个人职业生涯的话,中国女排未来就真的令人担忧了。 看到李盈盈这令人心疼的一幕后,确实有些忧心忡忡,接下来结束了国家队的比赛任务后,李盈盈还需要回到天津女排打俱乐部的赛事。 正常来讲,李盈盈这个伤病需要一个漫长的康复,系统的康复过程才能够逐渐痊愈,我们要避免东京奥运会上朱婷那样带伤出战的悲剧,我们要让运动员摆脱伤病后再去出战,接下来就看天津女排如何安排李盈盈的使用问题,毕竟巴黎奥运会才是中国女排最重要的目标。